今天我们正式的离开青海去往新疆 今天的目的地新疆的若羌县 其实提到若羌也是大有来头 首先它是咱们中国面积最大的县 面积达到了20万平方公里 但是这个县的长度人口只有8万人 对比一下我的老家河南 河南省的面积是16.7万平方公里 人口一个亿 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新疆到底有多大了 这个面积妥妥的欧洲一个国家了 除了大若羌也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若羌古称楼兰 那句诗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那楼兰是古代斯多兹路重要的枢纽 但是为什么楼兰古城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 今天咱们就开着二代哈佛街酒 去探究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到了新疆 这个景色又不一样了 一会是险峻的雪山 一会是一望无尽的大戈壁滩 跑长途其实输出性非常重要 在这一方面 二代哈佛街酒绝对不含糊 首先它足够大 它的长宽高分别是达到了5070毫米 1960毫米 1930毫米 轴距更是达到了2850毫米 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要比大家常见的一些层次SUV 比如说像理想的L6 Winji M7和本年的贯道 要大一些的 那更大的车身尺寸 其实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得车率 就跟买房子一样 大家都喜欢买大房子 一个大房子做的宽敞舒服 其实车也一样 大车你的车厢空间会更大更舒服 尤其在你跑长途的时候 整体你的车厢舒适性会更好一些 不憋屈不压抑 另外一点就是它前排的舒适配置 也足够了 像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和座椅安波 全部配上 再加上高品质的音响系统 跑长途 整个质感是直接可以拉满的 看我们浩浩荡荡的 二代哈佛819车队 已经到达了若羌的楼兰博物馆 咱们到博物馆里面看看 里面都有哪些秘密 所以这里面 它就大面积的开始修 所以这个过程 应该去一定都是这些的人 它比玄奘还早了200多年 它写了一本书策 我过去年轻的 看完了博物馆 我其实觉得楼兰文明的消失 楼兰古城的消失 并不是一夜之间的 我总结出了三大原因 一大原因呢 就是四头之路的改道 在早期之前呢 楼兰是古四头之路 南线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那东西方往来的商队 在这里面汇集 所以造就了楼兰非常重要的 交通枢纽的位置 但是随着北线高长国的崛起 这个地方变得不再重要了 所以它的经济地位 逐渐了下降 第二个呢 就是河流和水源的枯竭 这里面有塔里木河和孔雀河 以及面积广袤的楼部泊 但是随着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改道 以及楼部泊的逐渐枯竭 那么楼兰人足以围继生命的水源地 就变得非常的稀少了 所以这里人们不得不逃难 去往新的家园 第三点啊 就是战争和流行地的爆发 由于楼兰的地理位置特别的重要 自古以来 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它是东西方交流的一个咽喉要道 那从汉代一直到魏晋时期 这里面就是常年的战乱 由于常年打仗 就是你打我 我打你 这里面呢 就有可能爆发了流行病 和一些传染病 导致人口的急剧最减 和人口的一个大迁徙 那综合以上三点原因 其实大家可能也明白了 楼兰文明和楼兰古城的消失 它并不是一夜之间的 它是由于长期的一个历史文化 地理战争的积累因素累加的 那我觉得看完这一段历史 大家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的安定和幸福生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